彭博新闻今天刊登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专访 而赖清德也是这一期彭博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 那么赖清德在专访当中强调这个台海问题严肃而且复杂 必须用理性跟稳健的态度来面对 让国家能在区域的变局当中顺利往前走 那么他也提到未来希望的国际社会 证实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赖清德也强调台海紧张的根源在中国 台湾安全是全世界的问题 国际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 那么台海一旦情势危机 他相信美国等全球民主国家都知道如何因应 而赖清德是在美国总统拜登 前总统川普及欧巴马 法国总理马克宏以及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之后 最新一位登上蓬勃商业周刊封面的世界领袖 而同时也是首位以封面故事获得报道的亚太领袖